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Sky1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要買Sandesk的記憶卡 不要去買一些奇怪 從來沒看過品牌的記憶卡 第一個就是Sandesk 品質非常的好 像我用了非常久的Sandesk 我從一開始 玩攝影 存了一些錢後 我就買了一張Sandesk記憶卡 用到現在 從來沒有錯誤過 就是你存進去的資料 不管是照片 影片 還有任何奇怪的文件 存進去 檔案都會在裡面 像 我在更之前有用過奇怪的記憶卡 就 雜牌 還有一些 算了不要列出來好了 反正就是用一些便宜的記憶卡 那為什麼 當時可能 應該是沒有錢 然後就我爸生出來 就亂拿出來的記憶卡 拍一拍檔案就不見了 就真的很討厭 沒有人想要說 你拍了一個 一整天的東西 結果檔案都不見 或者是損壞 這都是大家沒有想要看見的東西 但是Sandesk到目前為止 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 他從來沒有把我的資料丟失過 這是十幾年來 真的 就 品質優質啦 像我之前有嘗試過 買過 Kingston記憶卡 然後放在我的GoPro裡面 結果 問題一大堆什麼 記憶卡損毀 然後檔案都不見 檔案損毀 反正就是 很多檔案拍了 結果都讀不出來 就很討厭 但是我也沒有錢買型的 所以我還是 繼續撐著 但是 還是會一直 反正就是 常常 不是一點點 可能 常常 可能每一次一天拍下來 可能就會有一兩個檔案損毀 Kingston 第二個Sandesk的優點 就是他上面寫的數字 他現在像這一張記憶卡寫95Mbps 但是 他真實使用 他會比這個數字還要再高一些 像我之前有買過其他的牌子 像是台灣的創建 哇 就是 速度 他會比這個 規格列出來的 還要再低一點點 就變成 你可能 我的 一個器材 他需要 每秒95 好 就剛好95Mbps的東西 但是創建 你買了其他牌子 像創建 就只是舉個例子 創建 你買了這張記憶卡 結果 就因為 他降低了一點點速度 你就去 你就不能使用 反正就是這樣 那Sandesk 通常 不 不是通常 是所有記憶卡 他上面列95 但他可能 不是可能 真的 你在電腦傳資料 或者是你相機在拍攝 你在電腦傳資料 一定會超過這個數字 就是 超棒的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 想要這樣子 超越他自己 第三個優點 就是售後服務 Sandesk 所有記憶卡 都有 終身保固 終身保固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 你只要你的記憶卡 不滿意 他的速度變慢 或者是他有一點故障 你隨時 反正你只要有疑慮 你就給他換 你就是去找Sandesk 他們就是免費 跟你 就是 他也不講什麼 他就是直接給你一張新的 這叫做 終身保固 真的是 超優質 我這裡有一大半 我這個256的卡 我已經換了 應該有 四五次吧 就真的 他完全不會跟你講什麼 你只要卡沒有折到 沒有 就是 裂開 爆開 或者是卡已經變一半碎掉了之類的 他們 通通就直接 給你先卡 真的是 超級猛 我想 應該沒有其他牌子可以這樣子 但是Sandesk Sandesk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他們 是怎麼辦到呢 但真的超厲害 所以講這麼多Sandesk的記憶卡 通常都比其他牌子貴一點 但是我覺得 你只要 你有 反正你只要有錢 我覺得你就是 你就需要去買Sandesk記憶卡 我覺得 如果你省了一點錢 然後你去找一個品牌 比較小的公司的話 你他的品質 你可能就沒有終身保固 你可能壞掉 你根本就 你就只能再買一張新的 你是不是 就要花更多錢 那如果 他的速度 他這裡寫 95Mbps 結果他 跑了90Mbps 讓你的 檔案 你的機器 無法去讀取 無法寫入 就速度沒有到這麼快 那你呢 就自己吃虧 你就浪費你自己的錢 然後那一張記憶卡 就不知道要幹什麼 所以 反正在價格上 價錢高一點 沒差 就給他 只要你三餐還可以 三餐還可以吃的話 你就買Sandesk記憶卡 不管你是要拍照啊 錄影片啊 或者是你要 只是要 存個檔案 隨便 就是 Sandesk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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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記憶卡分享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 然後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